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来 各位把它当成 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就很轻松的 好像也到台大 来上我的课 因为我今天给各位报告的 就是我上课的一部分 所以你如果说要知道 台大在教什么 如果各位不是台大的校友 就教这一些 所以今天我希望 我们能够一起分享 等一下完毕 也希望各位提出问题 请多指教 我今天主要的一个主题 是讲命运 我们都在算命 大家谈到命运 就非常好奇 可是命运 在大学里面 在科学上 在学术上 我们一样在探讨这个东西 所以什么叫命运呢 小弟在这边 给各位一个我们 学术上 科学上的一个解释 什么叫命运 很简单就是 什么叫命呢 就是我们一个人 从小到大 这一辈子的这个经过 就叫命 那什么叫运呢 就是我们每一年 每十年 每二十年 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环境 所以举个例子 台北到高雄合起来 这就是高铁的命 因为高铁没有到屏洞 所以高铁的命是什么呢 就是台北到高雄的 这一个过程 那就是高铁的命 所以今天如果说 哪一段不通 或哪一段那个铁轨被拆掉 那高铁就剩半条命 你就不通了嘛 受伤了嘛 所以我们说 把台北到高雄的 整体这一条路 就是高铁的命 可是高铁的运是什么呢 台北过来到板桥 板桥到桃园 桃园到新竹 新竹到竹南 台中 嘉义 台南 一直过来到高雄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那就是高铁的运 所以从台北一路 坐过来到高雄 突然到了新竹以后 听说啦 听说 那个水 把那个桥淹了啦 听说地震 那个铁轨有一点烈了 好了 台北坐到新竹的人运气不错 他已经下车了 可是台北要坐到高雄的人 流浪水 人家开车走高速公路都已经到了 我们手机在问说 你走到岁上了 我现在在新竹 过那个什么桥 不能过去 不能过去也不能下车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 搞了四个钟头 最后车慢慢开了 所以结果你到高雄 慢了四个钟头 那我们说这个状况 我们说叫运气不好 可是你还是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什么叫命运 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一生 从我们生下来 到我们死悄悄的那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命 那我们的命很多地方 没有选择余地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 像以我个人来讲 我身高一百七十公分 有时候看到那个一百八十公分的男生 走过去就堵然 真的我跟他比 真的怎么样都吃亏 所以我的命我没有办法选择 我就这么高 刘德华跟我在一起 我绝对不开心 因为他比我帅 我花两百万整形也是不如他 所以李锡坤注定就是一百七十公分 长得不够帅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我们说这是我的运 可是台北有一个千金小姐 名字我们就不讲 一讲大家都认识 这个千金小姐 她爸爸的企业全台湾都有 但是这个小姐 她长得比较 她的怨叹跟我一样 我嫌我不够帅 她嫌她自己不够矮 看到电视又是名模 又是女明星 然后她看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她觉得她是千金小姐 我既然是千金小姐 我为什么不找千金少爷呢 我为什么不找全台湾最帅的帅哥呢 所以她在找男朋友的时候呢 她的标准就放在那个帅哥 那个千金少爷 结果比较可惜是千金少爷 然后那些帅哥 对她又没有什么好感 你看这么好命的人 她好不好命 好命啊 这么漂亮 那个家世这么漂亮 家世这么漂亮 结果她跳 她从二十几层的高楼跳下来 她选择自杀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边 我们要来研究的是 命有我们不能选择的地方 谁叫我们不是生在这个大老板的家 谁叫我不是王永庆的孙女孙女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谁叫我们是台湾人 今天如果我们是日本人 我们是美国人 我们是德国人 哪有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呢 哪有什么国家要来解放我们呢 哪有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今天台湾人的命就是 你看谁都要欺负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命 但是我们的命 有没有选择余地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边要报告 命有选择余地 运气不好 有没有选择的余地 有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所以命有选择余地吗 有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不能选择我的身高 我的体重我就可以选择 这个选择体重 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要选择什么命 我今天既然不是 不是美国人 德国人 日本人 可是我可以选择 把台湾人变成 跟他们一样 有一天跟他们一样 一样在国际上扬眉吐气 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这个我们可以选择吗 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说再来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这个所谓命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所谓命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人 然后这边有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人跟环境合起来 这就是命 我们这个人刚生下来 然后跟着这个环境 就慢慢慢慢 第一个环境 就是我们妈妈的肚子里面 第二个环境 就是我们小时候在摇篮里面 第三个环境慢慢走出去 走出去越走越大越走越大 你看我们离开家 跑到社会到其他国家 所以环境变成可以无限大 所以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整个宇宙 我们看天上的星星 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 那就是我们的环境 因为我们看得到 我们想得到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 最后我们这个命 德文就有一句话 那这句话各位不要以为是德文 你查字典都有 英文字典都有 因为这个字已经变成国际语言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Velten Schoang Velten Schoang的意思是 它是两个字合起来 这个Velte就是全世界 同世界大环境 Shoang就是我怎么看它 所以我们的人生观 德文叫做Velten Schoang 那我们的华文叫做宇宙观 或者叫我们说人生观 人生观 宇宙观 Velten Schoang 它的共同的意思就是 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环境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命基本上跟环境是不能分开的 我们怎么看环境来决定我们是什么命 所以这里面我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就两个方法来看环境 一个方法是叫做人被动的看环境 什么叫被动看环境呢 就是我觉得我很渺小 环境比我大 我对环境我改变不了它 而是环境在改变我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 所以这个呢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是一个我们东方人 比较有这个想法 东方人认为人呢 他是基本上呢 我们是求天助 我们说这个就是天 宇宙就是天 所以东方人 他是被动看环境的意思是 我们对着大环境 我们觉得我很渺小 我们改变不了环境 所以我们被环境支配 这是我们人的命运的 第一个要了解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东方人对环境 就有一个任命的这种宇宙观 那证据在哪里呢 我们用两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条歌 叫酒甘阿糖买乌 酒甘阿糖乌乌 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段 他说 没有天哪有地呢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各位有没有记得这一段 我要不唱给你听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是呀嘞 我好小一个 都是没有你们 我没有没有你们 没有你哪有我呢 你看多么的自卑跟可怜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国家 永远被别人欺负 一碰到被别人欺负 你马上想到说 这是我运气不好 这是天命 所以我们要忍耐 各位想想看 蒙古人一百万人 可以把宋朝整个占领 占领了一百年 宋朝那时候有多少人呢 有一亿人 满洲人两百万 可以占领把明朝摧毁 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明朝 有多少人呢 有三亿人 两百万可以占领三亿人 英国人占领印度的时候 英国人派了多少兵过去呢 三千个人 印度当时有多少人呢 四亿人 你想想看 你是蒙古人 你是英国人 你是满洲人 我告诉你 你看我们三千个人可以占领四亿人 占领多久呢 占领五十年 法国人占领越南 柬埔寨 跟 辽国 他们整个合起来 他们用一个叫印度支那 三个国家 人口多少呢 八千万 法国人 派了多少军队呢 一千四百个 一千四百个人 去打八千万 讲真的 八千万人也不用打 就站在马路上挡着 就躺在那边 法国人就走不过去了 你知道吗 你看东方人有多可怜 我们来看苏瑞这条歌 我们说这是国语歌 再来我们看台语歌 阿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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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派都是命啊 这个 歌词 这个刚刚我刚刚我已经唱给各位听了 这个我们继续来唱 你看 这条我没要念 这条你看 我用念的不是用唱的 为何啊 天公啊 要来招待我 让我的希望来听说 好派都是命啊 我的人分来走 这个一千啊 到底都是我的命啊 啊 贪一声 啊 人民啊 啊 这种人生啊 一款人生啊 做一款命啊 说到最后要死他了 这种人遇到困难 他会想办法去解决吗 我们欺负这种人 他会反抗吗 那你说这一条歌 我们会很流行 表示我们 表示我们赞成才会流行嘛 我们有没有一条歌说 啊我咯 不爱吃饭啦 哇哦 我要来试啦 这个歌有这种歌吗 啊 我绝对不爱戳我啦 我绝对不爱乱爱啦 有没有这种歌 没有啊 歌代表我们一个价值观 我们今天会唱 代表我认同这个价值 所以有一条歌啊 我这个我 因为我也不会唱歌 我也对歌也不是很懂 但是我会站在一个评论的观点 说这条歌这么流行 我KTV什么地方都在唱 我会看那个歌词的内容 你知道那个曲子它本身呢 它很优美以外 主要是那个曲子里面的歌词很重要 以前有一条流行歌各位有没有印象 叫做球鸟 各位有没有听过球鸟 哦 那个球鸟 我一按那个Google 夭壽 四百万人在听 通台湾这两千三百万 有四百万人听过球鸟 后来我就看 哦 那叫女孩子 女孩子是个男孩子 关在笼子里面的鸟 然后飞也飞不出去 然后那个男的在骗他 他明明知道那个男的骗他 他无可奈何 他唯一的奢侈是什么呢 是掉眼泪 夭壽 你们女孩子如果这样你会想起来 所以有时候我就 有时候我在想说 台湾人这么任命 怎么活下去呢 后来我想来想去 台湾人的一点点对命运的反抗 我终于想到了 讲什么呢 台湾人终于有时候要骂人 骂人有时候就是一种反抗 所以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 一个日本学者就研究台湾的风俗 这个台湾的风俗习惯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一个南部有一个书局 叫做南天书局出版 叫做台湾风俗志 志是研制旁在一个志向的志 就台湾的风俗 他里面就特别提到 他说台湾人的骂人 我的天是全世界几乎冠军 他说台湾的骂人 大概有一百种 一百句 一百种骂人的方法 像日本人就比较少 台湾人的骂人这一百种里面 这个书你们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介绍给你 这一百种里面 大概有差不多二十种 都是讲性关系 可是你为什么要讲呢 我们现在有兴趣的是 那为什么要讲呢 那就是一种发泄 一种愤怒 一种你不要想欺负我 英文也有 英文有一句很有意思 你如果查Google就有 英文它有一个 它在讲究礼貌 它说with all due respect 就是我第一个我给你 先给你一个应有的尊敬 我很礼貌的来告诉你 它是这种发泄 那么当然我们说发泄对不对 不发泄很不健康 可是发泄它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发泄 力量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骂三字经的力量 放在我们身上 我们把它转换成为 没有念书我就念书 没有钱我就赚钱 我们咬住牙关 我们不发泄 发泄最糟糕是本来气得睡不着 结果骂完以后呼呼大睡 醒来还是被欺负 你们注意到骂人最大的缺点就是 我真的很生气跟你骂 骂完以后 我很爽睡着 但是醒来一样同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这里面只是说 我们讲到说人的命的一个处理 我们来分析 很多人很聪明 很多人身体也很棒 可是他为什么这一辈子 没有什么成就呢 很多的原因 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 就是他对自己的命 他对环境 他采取被动的解释 遇到很大的困难 他很容易就说 这是天命 所以这个是全身注定 你想想看老婆嫁到不好的老公 然后回家 对他妈妈哭诉 说我老公对我很差 妈妈怎么讲 那就是你的命 我跟你说 没什么厉害 比较厉害 你喝厉害跟你儿子大 没你们老公也没关系 你还喝厉害跟做阿嬷 好 你就最大了 好 所以做阿嬷 所以你丹得狗 你卖戏都丹得狗 可是你想想看 一个女生从20起老公对她就不好 然后忍耐忍耐忍耐到70年 10岁当阿嬷是很爽 可是过两年就死掉了 这样真的爽 所以这个是对命的一种看法 但是很不幸 我们东方包括台湾人 我们对命是这样处理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想到这个样子 我们再参考一下 那好 这个 另外一种命 叫主动看环境 什么叫主动看环境 假定我今天 假定我今天把 酒跟糖买买 我们把这个字翻过来看 什么叫主动呢 没有我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天 没有地哪有天 那今天如果没有你 你怎么会看到李希坤在台上演讲呢 所以李希坤为什么在这里 因为有你 所以你比我大 你没有你 你怎么知道阿里山有个神木呢 所以我们说 一个你我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我们说叫做实际的角度 实际的角度 废话 当然有阿里山的神木 阿里山神木已经有一千年了 可是从精神上来看 你为什么知道阿里山的神木有一千年了 因为你在 所以各位在学校念书会听过 迪卡尔很有名的一句话 叫做我思故我在 就是我用脑子想 所以我才在 今天我如果不在 请问我怎么用脑子想 那今天我没有用脑子想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还有一个环境呢 为什么还有月亮呢 还有太阳呢 这一切我如果死悄悄 全部都不在了嘛 所以你看西方人用这样的观点 来看这个世界 把自己当成主动 我们这边是被动 所以人主动看环境的话呢 最后就变成说 今天为什么别人欺负我 一定我有问题嘛 为什么他只欺负李希坤 不欺负他呢 这么多人他找我来欺负 那我们来看那个野兽 野兽在抓他的猎物的时候 他抓哪一只呢 他抓那个最弱的最小那一只嘛 那谁叫你这么小呢 那你今天因为小被欺负 所以你如果从我的观点来看 我今天为什么被欺负 是因为我很小 我为什么被嘲笑 因为我很穷 我为什么会被看不起 因为我很弱 那今天如果这个问题放在我的话呢 那你怎么办呢 弱你就要变强 小你就要变大 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从政府也好 那些官员也好 那些民间的领袖也好 动不动就啊 这个海峡两岸一定要和平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要北京 要有善意 我们要他了解 我们要怎么样 结果人家 你以为他不了解你吗 正好相反 他非常了解你 你不必请他了解 他早就了解你 他了解你什么呢 他了解台湾人恐惧 懒惰 没有信心 一有困难就想往外跑 我可以告诉你 谁不想欺负你呢 我们被欺负多久了 各位知道吗 我们被欺负几百年 我有时候看安平追祥曲 非常堵烂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你在听安平追祥曲 你也会堵烂 完全是一个东方人被动文化的一个产品 一个台南的小姐 爱上了荷兰人一个医生 那个医生是指船上的医生 也不晓得是什么医学院毕业的 没有人知道的 搞不好是狼中而已 那应该长得还蛮帅的啦 台南小姐爱上荷兰的医生 当时又没有避孕药保险套 所以就有关系 然后就生小孩了 生了小孩以后 荷兰人的医生说 Honey 我现在回荷兰 搞不好明年再来就娶你 反正谁晓得她讲什么话 就走了 一走又不回来 肚子一天一天大 小孩就生下来了 所以这个台南女生就开始唱歌了 最后再找元凶 最后大家都不晓得 你那个肚子是谁啊 那个小孩是谁 怎么跟我们怪怪的 他是荷兰的传语 你想想看 当这个妈妈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你看谁敢娶她呢 一个台南小姐生了一个荷兰的一个混血儿 你说有台湾的男生会娶她吗 这一个荷兰小姐的命运 除了唱歌以外能怎么样呢 可是如果是西方人 如果我们选择 我们如果选择用主动看环境 那我们会改这条歌 我们会改什么歌呢 会改说台湾人航海航到荷兰阿姆斯特丹 搞了一个荷兰小姐 荷兰小姐一直在阿姆斯特丹旁边 哇 我那个台湾人都没来啊 你想想看 如果这样唱 你会不会觉得比较开心 爽 对不对 我们不是要台湾人要走出去吗 走出去 顺便在外面生个小孩啊 这个天经地义了嘛 这个就是主动的人生 所以从我们的歌 就已经注定了 台湾人被荷兰人欺负 荷兰人当时多少人呢 一百多万人 荷兰人当时欺负到哪里呢 欺负到印尼 欺负到台湾 欺负到纽约 很多人都不知道纽约这个港 纽约这个都市 是谁创立的 是荷兰人创立的 荷兰人在纽约开了港 然后开了这个港以后 真的那个船来往 经过欧洲到大西洋到美洲去做生意 然后荷兰人就在那边收税 荷兰人真的收到下下轿 英国人看了不顺眼 所以英国呢 他跟荷兰同样呢 他都是属于主动看环境的 看来看去 荷兰人占据纽约港 荷兰人才一百万 英国那时候有多少呢 有快一千万 一千打一百 而且想法通通一样 很精彩啊 所以英国人把荷兰人赶走 英国人抢了纽约以后 就把那个名字就叫做New York 因为英国有一个York 所以把纽约变成新York 等于说台南有一个港 然后我们呢 对菲律宾很不顺眼 所以我们占了菲律宾一个地方 我们把旅宋港 改成新台南港 台湾人如果是这个气派 怎么会被欺负呢 我们把另外一个港占 叫做New台南 New高雄 你看 所以纽约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有时候 我们看了几十年 我在台大向各位报告 交了38年 38年一年几百个人交到现在 真的 在高雄 如果说 如果这些学生都住在同一个地方 我想我当里仪长应该可以啦 差不多嘛 我有一万多名被我教过的学生 讲真的 我看了他们 谁有出席 谁没有出席 讲坦白话 各位也都会同意 能够考上台大 应该头脑也不错 所有条件都可以 可是为什么这些人 你在注意在社会上 把全台湾一百个有钱人找出来 台大可能只占五个而已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只有占五个呢 他们为什么台大毕业 不一定有那么亮丽的命运 常常我们讲说 啊 美人没美名 台大很漂亮 学历很漂亮啊 但是美人没美名 台大学生不一定命运都那么好 为什么呢 一切就在这里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为什么 这个题目拿 现在才开始谈 命运的选择 第一个 就是选 你到底 不好意思 你到底要被动还是主动 所以你如果选了一个主动的看环境 换句话说 那个命啊 你可以选 你可以选什么呢 你可以选 你看 这个里面就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 德国哲学家 他的一个 他用一个 这个字 阿摩法提 英文就是love fate 就我爱我的命运 为什么我爱我的命运呢 因为 人都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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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爱这个命 你爱这个命 再怎么困难 只要有活着 我就爱他 在座 我相信你们已经有当妈妈了 当妈妈 怀着小孩子在肚子里面 哪一个妈妈 不是在 不是在等 不是在希望我的小孩出来 又漂亮 又聪明 又健康 没有错吧 但是生下来 发现 有没有那么如意呢 不一定 很多变数就出来了 甚至于 因为我们今天 环境污染 吃东西有时候 我们也真的不知不觉 就中毒了 就生了小孩呢 没那么健康 甚至于有点畸形 请问 请问 这个妈妈 对着自己不太健康 不太正常的小孩 请问她用什么态度 把她掐死丢在爱河吗 不会 一样爱她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 她就是我的命 我爱这个命 所以希腊 有一个戏剧 很有名的戏剧 它里面就有一条 有一句 有一句是什么呢 有一个希腊的国王 他都打圣仗 高高在上 荣华富贵 什么都有的 可是他老是觉得怪怪的 好像人生好像缺少了 那个什么东西一样 他也很抱怨 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快乐 所以他就把她的国家里面 有一个最聪明的哲学家 就把她找来 就把那个哲学家找来 他就问那个哲学家 请教你 人生最美满 最完美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东西 哲学家说你 陛下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国王说 我有的已经是大家都想要 我都有的 可是我觉得我不快乐 请问 什么才是人生命最快乐的事 哲学家说 好 那我给你三个选择 这三个选择 都很快乐 没有第四种 只有三种 国王当然好奇 国王说 那请问你第一种 哲学家说 第一种是 你根本没有生下来 你看这个很有意思 你根本没有生下来 你一定快乐 所以国王当然有点 有点不太高 有点灰威 你是讲废话 可是想想看 没有生下来 你就没有痛苦 那不是很快乐吗 可是我们都知道 那是骗人的 你没有痛苦 也没有快乐 所以第一种 就国王就说 好快 第一种 第二种 他说第二种是什么呢 你赶快死掉 好 好 國王真的幾乎快要翻臉了 还体会不出 这个字的一个意思 所以很快讲说 拜托 你不要再说好 你在啰嗦 第三种 我要砍你的头 那第三种是什么呢 他说第三种 就是受苦受难 人生只有三个选择 一个你没生下来 第二个 你探杂希希后 这是我们台语的翻译 英文叫dai sun 你赶快死 台湾话就是探杂希希后 所以有人如果抱怨 你就告诉他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你没生下来 一个探杂希希后 可是我不想死 不想死 那我可以告诉你 人生只要活着 一定注定 一定会受苦受难 各位你想想看 西方国家用这个心态 在面对我们的生命 生下来 又不想死 我们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就准备受苦受难 我们有一点 我们已经在全世界上面 我们也很骄傲 只要住在台湾 就准备台风地震 日本那不是这样吗 日本那么漂亮 地震不好玩吧 台风不好玩吧 可是我是台湾人 我就是准备 地震台风 什么叫宝岛 是啊 宝岛有台风地震 美国这么厉害 你如果亲戚移民到Florida Florida今天是这个样子 你以为只有现在才有吗 Florida的那个Hurrick 可能那个飓风 历史上一直过来 一直过来 一直过来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 最所谓最快乐的地方 都是我们去旅游 如果我们偶尔去看电影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基本上都是四个字 都是多灾多难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们的问题 我们对命运 第一个要接受的 命运本身就是多灾多难 美国建国到现在 快300年 250几年 结果建国200年 美国是1776年建立 1976年建国200周年 我那时候恰好在纽约留学 那个庆祝活动很大 然后这个我们就不用谈了 晚上放烟火 这个不用谈了 纽约时报有一个新闻 引起我很大的好奇 那个新闻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同样也可以请教各位 他说像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 建国200年 你知道他打了几次战争吗 我每次问台下问学生 没有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猜对 我想请问你 你认为美国立国200周年 会打几次战争呢 各位不要忘记 有战争就有死人 就有受伤 就有妈妈替自己的小孩在哭 美国200年打了几次战争 你猜会几次战争 你随便猜大概会几次 你可不可以猜一下 你不是台湾人喔 跟各位开玩笑 美国立国200周年 打了198次战争 台湾从 从民国38年来打几次 我算给各位听 民国39年金门有个古龄头 民国47年有个823 再来呢 没有了 五六十年 两次娘娘 两次娘娘跟美国怎么比呢 以色列从1947年 就我生下来那一年 我1947年生的 从1947年 国家建立了 1948年第一次 阿拉伯国家要解放他 第一次战争 1956年 8年之后 第二次阿拉伯又再打他 第二次以牙战争 1966年 阿拉伯又打他 第三次以牙战争 以色列跟阿拉伯 1973年第四次 埃及最后 整个动员50万大军 进攻以色列 第四次以牙战争 以色列抵抗 四次都赢喔 人这么少就赢喔 要拼 要拼 今天贏了 第五次 美国说 不要再打了 美国终于出面了 美国总统 卡特总统终于出面了 把以色列 把埃及代表彤彤彤找来 你们能再打吗 你反正也打不赢 以色列你也打得全国 你知道以色列的所得税 超过50% 以色列人赚100块 50块要交税 要干什么呢 要买飞机大炮啊 你以色列打到这样怎么办 那对阿拉伯讲说 你不要以为人多可以欺负人少的人 你已经给你四次机会了 你有统一吗 你有解放吗 没有啊 所以在1980年 在美国总统的别墅 美国总统有政府设的别墅 叫做大卫营 所以美国总统在大卫营 把两边就找过来 所以签了一个大卫营协定 那个协定就叫做和平协定 所以现在有时候 我们在竞选的时候 有时候听到那些总统候选人 听到那些政府官员 听到大学的学者专家 在那边口墨横飞 两岸关系 最后一定要签和平协定 我每次看了 在讲那些话的时候 我就马上想到台湾话 骂人的话真的还不错 我想叉叉叉 幼稚间外行 你凭什么人家跟你签和平协定 人家摆明可以欺负你 你知道一签和平协定 就要自我约束 就我不能打你了 那今天我为什么不能打你呢 因为我打你一定赢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从这里来了解 我们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 它那个逻辑上都是一样的 你一个人 你一定要有不被欺负的力量 才能保证你不被欺负 人为什么被欺负 人为什么被欺负 一样 因为人家可以讨你便宜 我告诉各位一个笑话 这是真的 我在留学的时候 有的时候听到 一个同学的妈妈在聊天 我这个同学是个女同学 我这个女同学跟她妈妈有一天晚上 经过洛杉矶 洛杉矶一个很有名的大学 叫洛杉矶大学 叫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UCLA的校园晚上黑漆漆的 结果我那个同学跟她妈妈 就走过去 大概从朋友家 在宿舍还是什么 要走回去 要走出去搭公车 就碰到三四个不良少年 围住她你知道吗 然后就讲一些很轻薄的话 就要对她女儿 要欺负她女儿 也不见得会怎么样 可是那个状况 三更半夜 然后妈妈带着女儿 那个女儿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你看怎么办 结果我那个同学的妈妈告诉我 我真的好好笑 我那个妈妈 就发挥当妈妈的那种伟大的那种power 她就对那几个坏人讲 英文又不太好 me me experienced 来 你搞我吧 要搞搞我 我很有经验 me me experienced 这个她会讲 结果那几个年轻人 妈妈来这一套真的有点吓坏了 就有点互相商量一下说 这两个惹不起 我们就走了 就跑掉了 你知道吗 我同学的妈妈很得意 碰到朋友就谈说 我昨天晚上四个不良少年 被我真的吓跑了 后来我请教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也同意 她说很多社会上这些 这些意外事件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那个欺负你的人 有一点像动物一样 看你很弱小 就会欺负你 所以你心态上面 不管你是男生是女生 老娘就是这个样子 要跟你拚 你想想看 她欺负你也没意思 人欺负 人都是觉得可以欺负 她想欺负 台湾话很简单 头软 我要滚 所以叫软头穿滚 所以我头顶刻 水泥地 你要不要挖 水泥地他就不挖 所以我们说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 另外一种看法 我热爱我的命运 我活下来 我不想死 我就好好 因为我就 我把妈妈爱小孩的 那个心态 变成我爱我自己 我很不完美我知道 我很多困难我也知道 但是我既然活下来 我就好好的把我自己呢 我把自己养大 我们接着再来 就是我们说命运本身呢 它基本上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 它基本上命运是什么东西呢 它不是一个名词 它是个动词 命运不是名词 我们刚刚只是把名词解释完毕 它本身是动的 它是什么动呢 它是一个生命的 对不起 它是一个生命的力量发挥的策略 所以命不值钱 高铁从台北开到高雄 这是高铁的命 这个不值钱 值钱是它能不能 车子能不能开 每一站 每一站 很顺利的开到高雄 所以基本上命是什么呢 命是运构成的 一棵树就是一个命 但是这棵树 它经过从树苗 变成小的树 变成中的树 最后变成大树 最后变成老树 你看整个过程里面 跟一栋大楼一样 一栋101大楼 它一定从地下室 几层 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所以每一个楼就是我们的运 所以每一个楼 都有每一个楼遇到的问题 我们人生在算命的 算命的把运 是用十年跟一年来算 一年叫什么 叫流年 十年叫什么 叫大运 你们算过命都知道 所以十年的大运 常常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所以一个很棒的命 你这个命是大富大贵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从35到45中间 你很衰 你搞不好要坐牢 但是恭喜你 你这个命就是大富大贵 但是那十年你准备坐牢 好 我们说那就好命碰到厄运 有的人他是个乞丐命 结果每天都在那边 人家给他五块十块 结果碰到一个像前些时候 报纸电视有灯 那个东区夜店有一个神经病 拿二十万就傻来傻去 有没有记不记得 你们都看过那个 好了这个乞丐在那边 本来都回去都是银鸽 都是一直在找找 突然有一个疯子 他们放来放去 给你一万 你看 你看那个乞丐去算命 你今天运气很好 大富大贵 他这个乞丐 大富大贵 就是有人给他一万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就讲 他说不要看不起人 乞丐也有三年好运 乞丐 乞丐也有好运 乞丐也有坏运 所以我们接着 再来就是跟各位说 命运本身 它是一个生命力 一个不断的不断的奋斗 碰到每个状况 不管是一年 不管是十年 不管是二十年 所以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一个奋斗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 我们投降 我们听天由命 另外一个选择 我该拼 所以这就是一个运的选择 我们也许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真的会碰到 真的不请气 有时候真的 你运动受伤 车祸意外 一躺 真的就三年 一不景气 做生一窥 一窥 真的有时候十年 都翻不过神来 你说那个状况怎么办 你要从你对命的乐观 跟积极 来撑过你对运本身的厄运 看在我是一个 我这个命 是大富大贵的命 但是皇帝也会衰 我不是皇帝衰 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就会很正面的 来度过这一个 一年或者十年的这种厄运 我们说这个状况 我们说呢 就变成了 我们本身呢 就是一个 你看看 我选择了什么呢 我选择了一个恐惧 因为当然害怕 恐惧是苦 可是我选择了一个奋斗 所以我们在政治学上 在我们学校里面 我们说这个就是 力量的代价 所以一个力量 他一定要付一个代价 所以成功 他一定付一个代价 所以我们运气不好 表示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 我做生意失败很简单 我资本就不够 我也没有能力向银行贷款 所以我怎么办呢 搖紧牙关 家具也卖了 劳力士的表也卖了 经营财宝 以前很得意的时候买的 现在通通卖了 这就是我要付的代价 我今天如果舍不得 我不付这个代价 我没有能力东山再起 所以有时候真的 我们有很多人的做法 就完全在那个因念之间 因念之间你如果不愿意付代价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东山再起 所以我们说这个状况就是 那反过来说 你如果因为恐惧 因为害怕 因为痛苦 你如果选择 那奋斗的相反是什么 奋斗 什么叫投降呢 你叫我下跪我就下跪 当乞丐就是对命运的一个投降 所以既然投降 我得到了一时的那种安全 得到一时的问题的解决 但是代价出来的 代价是什么 代价就是后悔 自己看不起自己 所以投降的人永远不会快乐 我的中学老师 建国中学 我读建国中学 建国中学一个老师 他是什么人 他是在抗战的时候 你知道各位可能不知道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候 在抗战时期有两个中华民国 一个中华民国是蒋介石领导的 在重庆的中华民国 那美国当时是支持那个中华民国 所以那个中华民国就是后来 就撤退来台湾的那个中华民国 还有一个中华民国 是首都在南京 那个总统就是汪精卫 那一个中华民国 采取跟日本人合作 就对日本人投降了 所以日本人承认那个中华民国 我那个在建国中学的老师告诉我 他说他当时他住在南京附近 他住在江苏省 那他有亲戚就跑到重庆 跟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 结果他们写信 后来战争结束以后跟家人团圆 两边在交换意见 他说汪精卫的中华民国 生活程度比较高 社会也比较稳定 经济也比较繁荣 但是觉得很丢脸 觉得很丢脸 所以那一种感觉 现在谁最重各位知道吗 香港跟澳门人 香港跟澳门 你现在去跟十年前表面一模一样 也是车水马龙澳门一样开赌场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 不同的是香港人跟澳门人的内心世界 十年前香港人不高兴要示威 要骂骂英国政府没有问题 十年后的今天他要骂骂习近平 你就麻烦咯 你敢骂吗 十年前英国的军队不会派到香港 只有英国那些少数几个警察而已 现在英国有五百个解放军在那边 每一次在外面散步给你晃 那是什么感觉 那就是投降以后 因为香港人 你知道香港第一次我们 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名词叫港独 你有没有听过港独 有啊 以前哪有港独 以前只有台独 只有新疆想江独 西藏想当藏独 什么时候听过要港独 为什么有这两个字呢 这香港人他们有一种感觉 真的活得很不准 所以有时候我们 有很多台湾的教授 我到香港去当教授 我真的很佩服他 我想他一定没有听过我演讲 有没有人找我去 我向各位报告 有啊 你们乖乖 我会演啊 对不对 我在台湾一个月薪水不多 到香港 到香港都是薪水乘以三倍 所以在台湾一个教授 如果十万块去那边三十万 三十万 看得见的 但是杜烂是看不见的 所以你要十万就送 还是要三十万杜烂 有你选嘛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我们选择我们的命运 对 我们是选择三十万很欲足 还是选择十万我很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选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代价 我少领二十万 可是我的什么代价呢 自由 我少掉二十万是我的代价 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力量呢 得到了自由的代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 那你要自由 你要付代价 那个本身 我们准备就我刚刚讲的 生命的第三个选择 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根本不是第三 因为第一不用谈 第二不用谈 只有第三 生命唯一的选择是准备吃苦 我们 这个佛家里面讲 常常有那个领悟的悟 悟 什么叫悟呢 就是一个我知道我内心世界 所以那个悟这个字 是个心字 反正是个我 所以悟是什么意思呢 悟是终于我了解我的内心深处 我应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内心深处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有人只有到下 假定说 这个城市像一个山 有三层 有人只在底下那一层 底下那一层是什么呢 他愿意吃苦 但是他只为生存吃苦 我们讲的比较 比较没礼貌 那跟动物没有什么不同 动物要不要为生存吃苦呢 当然要啊 我们用一个英文字你就知道了 我们说 我们讲饥饿 叫hungry 你们都知道吧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hungry 因为动物hungry 所以动物要吃什么苦呢 hunting h-u-n-t-i-n-g hunting就是打猎 所以动物他为了打猎很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不去打猎 他要饿肚子耶 北极熊 现在因为冰层越来越少 那个找不到食物 北极熊过去一个礼拜可以吃一次食物 现在要变成两个礼拜 有时候甚至于三个礼拜 找不到海豹 老虎多久吃一次猎物呢 两个礼拜 就半个月老虎才能吃一次 你不要以为老虎很雄风 老虎很可怜 老虎要打猎打两个礼拜 最后才打到一只鹿 是什么羊 很难找到 动物在打猎非常辛苦 各位知道有一种鸟 在西伯利亚叫军舰鸟 因为有时候他在海面飞飞 会停在军舰上面 所以叫军舰鸟 军舰鸟差不多现在快开始了 每年八九月九月 就一直飞 一直飞 飞到南洋飞了多久呢 飞了七千公里 这个七千公里是没有休息的 一直飞 不喝水不吃东西 连续飞两个礼拜 飞了七千公里 后来最近鸟类学家说 鸟很厉害 军舰鸟一面飞 可以一面睡觉 有得厉害 所以睡觉以外 就是真的忍住肚子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定在冬天到之前 冰天雪地之前 他要到南洋来 有没有吃苦呢 当然吃苦 可是为了什么 为了生存 我们今天 我们是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所以现在男女关系 也像比过去还开放了 满街都是磨铁 都是什么 保险套很容易买 所以自由社会 大家感觉好像做爱蛮容易的 我可以告诉你 在鸟类 在动物类的社会 你要那个 你要Fight 你懂不懂你是真的 你要F就要另外一个F 那个F是很累的 你知道吗 动物为了觅食会打架 但是那个打架还不够凶 为了交配打架 那才叫做真的雪流成河 你们说羊咩咩 羊咩咩够温和可爱的吧 羊咩咩的脚很硬 羊咩咩的脚干什么的 羊咩咩都知道很温和 羊咩咩的脚就预备Fight 你知道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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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完以后才有女朋友 我讲的意思是 我们人类为了生存 我们也在受苦 但是那个受苦 各位不要以为说 好伟大 我们会笑他 那是动物本能而已 你今天去就业 今天赚了钱 买衣服吃东西 这个就叫了不起 那动物也会 你今天为了争男朋友女朋友 然后在那边比 这个动物也会 所以你看人比人 我们慢慢可以分出 好几类的人出来 所以 我们说如果说 我们一辈子弄老半天 所有吃苦 为了付的代价 就是为了生存而已 我告诉各位 你不会快乐 你慢慢会觉得那是不够的 你说好 你为了爱 所以你为了抢女朋友 然后 你很吃苦 你想想看 为了等女朋友 真的在追女朋友的时候 那个女朋友住在二楼 我到门口去 因为约他约不出来 我到门口打电话给他说 我现在就在你门口 你开个窗跟我摇一下手好不好 窗子就是不开 你就在那边一直等他开 下雨你也不敢走 为什么 因为你想去超商买雨伞 那万一我去买的时候 他出来一看不见了就怎么办 所以下雨我也在那边淋 一直等 我们有抱怨吗 没有 苦不苦苦 为什么肚子又餓又下雨 好了 终于 最后他爱上我了 爱上我以后 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必奋斗了 为什么要吃苦 老公去帮我买个玉饭团 你自己不会去买 买个玉饭团都在计较 洗个碗好不好 我昨天有洗 今天又要洗 诸如此类 就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婆已经有了 我每个月有薪水给你 可是有一种人他就不是这样 他会想更多 我娶了老婆 老婆 可以劈腿 我可以红帽子变绿帽子 你这样想 你马上就对他好一点 我有薪水给他 请问什么薪水 我的朋友 一个月十万块 我一个月五万 我一样给老婆 老婆跟老婆聊天 你老公最近怎么样 我老公怎么样 你老公赚多少 十万 人家问那你老公多少 不要再说 你想想看你老婆是这样 你怎么办 所以第二种人就出来 他会设定 他会设定目标 就是说我不是 我不是只有生存 我是五万块一个月 真的可以生存 真的五万块一个月的老公 交给老婆来料理这个家 这个家弄来弄去 真的不会饿肚子 但是你如果加上 小孩的教育费 加上房贷 你真的 你只能站着不能走 你都很寸步难行 所以你说这个状况 有人说不行 不行 我三十岁之前 我要立一个目标 我一定要十万块 四十岁我要立定一个目标 我要三十万一个月 一个人一设了一个目标以后 他就愿意吃苦 五万怎么可以变成十万呢 你现在的专业就价值五万 所以他会想到进修 他会想到大学毕业再去考研究所 他就想到要去考证照 所以一个人如果求生存 他能够生存了 晚上六点下班 他当然吃完饭就看电视 然后就看韩剧 就聊天打电话 然后要不然就看电影里面 下载的电影在电脑就看了 可是一个人如果想到 还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真的吃完饭休息一下八点 他开始在看书了 他开始出去晚上去加入 一个什么补习班了 他心甘情愿受苦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相信各位的年纪 应该都比我小 你们前面有很长一段路 目标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吃苦 最大的动力 真的没有目标吃苦 那叫做自我虐待 那叫神经病 人不是设计来这个样子 我们所谓潜力无穷 要用个目标来刺激出来 所以人没有目标 不可能吃苦 所以我们说 这一个 第二种人出来的 第二种人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第一种人最大的危险会懒度 可是第二种人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东西 会腐化 会堕落 他不是懒度 他堕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终于拼到一个月20万人 而且因为他愿意吃苦 所以他一直奋斗一直奋斗 我本来以为40岁才可以领到20万 结果他35岁他就领到了 所以一个35岁一个月有20万的人 他开始什么样呢 他开始隐形嗨嗨 车就换一下 从60万就换成一个300万的名车就出来了 房子稍微搬一下 本来他的房子是住1500万 现在就搬到3500万那边去了 出国本来以前两年出国旅游一次 现在一年就要出国 出国从廉价团变成豪华团 然后不知不觉就这样下去 所以我们说有目标的人的第二个危险就出来了 所以一个目标达成以后 人就开始空虚 开始空虚 开始彷徨 开始怎么办 所以我们说第三个需求就出来了 刚刚我来演讲之前门口 那个我们晚上会看到了 那个三立电视台 也听说李希坤来这边演讲 所以他们就采访我 所以刚刚在门外有三立电台采访我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教授 为什么妙禅善事 他就请我评论 说妙禅 妙禅这个现象你看 到底是什么现象 他问了两个问题 我就回答两个问题 我说妙禅令我们比较没有办法了解 我说妙禅他本来是一个灵魂活动 因为他跟宗教一样对不对 但是灵魂活动本身哪有送车子给教主 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 我们买一部勞斯来斯 然后跑到马祖庙去 然后硬是把他烧到乌烟瘴气 因为马祖每次出镜真的很落后 我还做那么用台子 真的烧个勞斯来斯给他 这个才是信徒的敬意 对不对 什么时候我们到教堂前面 然后用一个设备把五顿的黄金把它融掉 然后可能不会啊 所以我说宗教活动本身 那个宗教领袖本身 不但不会拿到好处 而且正好相反 他今天为什么是宗教领袖 因为 因为他为了解救信徒的灵魂的彷徨跟焦虑 他在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甚至于自己都受苦受难 所以耶稣本身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说你们的罪我都替你们在上帝前面通通担了 你们的罪都是李奇坤的罪 我对上帝讲你们不要惩罚这些人 惩罚我就好了 上帝说好OK就钉了 这个叫教主 那现在这个教主有名车 那后面有没有名女人我不知道 这个很难说 因为车就想到美丽的东西 美丽的东西就想到我们想象空间很大 要不然他老兄一个人开着一个名车 这样晃也很寂寞嘛 对不对 那旁边有没有做一个 腿上有没有做一个我们不知道啦 但是我有权利猜一下总可以吧 所以我说这个样子就让我们觉得 这个到底是不是宗教活动还是商业活动 因为商业活动叫交换 那今天一个信徒要拿名车要捐一亿 要捐五千万才能够交换灵魂上面的一个解脱 那我说这个真的就我了解 小弟学问有限了 我真的实在不知道这个叫宗教活动 然后他三立电台又问我第二个问题 那说那请问教授 这些信徒里面有在社会上蛮有地位的咯 你想想看 要各位不要说捐劳斯莱斯 捐个Toyota总可以吧 Toyota都捐不出来 那可见能够捐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一步至少一千多万 那能够捐一千多万 表示他一定有好几个亿嘛 不可能说他的财产是两千万捐一千五百万嘛 那一个有好几亿的人 他为什么会去捐呢 他就问我 我说 这个就是我身为教育工作的人 我觉得很惭愧 因为我们在学校 我们给他们太多的训练了 都是训练他们求生存 我们给他一技之长 我们鼓励他要学习 你看科技大学也好 什么职业学校也好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职业 然后我们的公民教育 我们很多也教他们说 人生要有一个目标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还有一个灵魂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灵魂 今天为了生存 你可能找到职业了 娶到老婆了 你就不想受苦了 今天为了目标 你可能再奋斗个十年 二十年 你的目标已经达成 其实你那时候才四十岁 你也没有力量 可是我们今天要找一个 那个力量是永远在 你活着的一天 就预备吃苦 一直吃苦到你死掉 只要你呼吸的那一天 我都愿意准备吃苦 我们说这个叫做灵魂的力量 换句话说 灵魂让我愿意吃苦 所以今天我花一点时间 跟各位 我请教一下我们 我今天我这边没有 火灵魂很便宜啊 对不起是我这个 有时候安排时间 你知道 有时候讲很嗨 就忘记了 因为这个学校有打钟啊 这边没有 所以这个 灵魂是什么 那么灵魂呢 同样的有两个说法 一个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命 当成被动 那我们认为灵魂从哪里来 灵魂是老天爷给我们的 所以基督教讲得很明白啊 上帝创造人 给人的灵魂 给人的身体 所以你今天活着 是上帝给你的 我们常常在那个 我们在那个 那个葬礼上面 有没有 那个西方电影上面 常常看到 那个牧师就在棺材旁边念了 上帝给你生命 上帝也可以把他取走 意思是卖过万坛 也不用哭了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文天祥这么有名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叫命呢 命就是老天爷对你的令 所以命者天之令也 命是什么 命就是老天爷对你的令 所以我们把命跟令都连在一起 叫命令 命令是老天爷给你的命令 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 你怎么会愿意为灵魂受苦呢 因为灵魂不是你的嘛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怎么可能为别人的东西 我一辈子吃苦呢 另外我们说西方 西方国家认为 命假定是我的 那什么叫做命 我们这里面用一个 你们可以熟悉的一个字 我们常常讲英文 叫Animal 你们都听过Animal这个字 Animal是A-N-I-M-A加个L 你如果把L拿掉呢 那是什么字 叫Anima Anima是什么字呢 我可以告诉你 Animal这个字就是Anima过来的 Anima是拉丁文 拉丁文Anima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两个意思 一个是会呼吸 所以一个形体会呼吸 就叫动物 这第一个Anima就是Breath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第二个意思就是灵魂 所以人的灵魂的力量是 只要呼吸 有呼吸的那一天 我们就会有灵魂的力量 所以灵魂的力量 是什么东西呢 世界上对灵魂解释的最彻底的是 德国的康德解释的最彻底 目前公认灵魂最高层次的解释 就是康德 康德说人的灵魂是什么呢 人的灵魂 人有我们人的身体 有人体 他说灵魂本身就是我们人的天体 老天爷 我们人的灵魂是跟天连在一起 跟宇宙连在一起 所以人的灵魂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灵魂是一种无限的自由的一种特点 所以灵魂如果是自由的 那我们肉体如果感觉到受到障碍 我们人会有一种 你为什么不冲覆这个障碍 所以人躺在草地上 看天上的鸟在飞 看到白云在飘 我们会有一个感觉 会有一种感觉是 我为什么不能跑到云上面去呢 我如果站在云上面 来看我自己 来看地上 不知道有多爽 为什么我不能跟鸟一样飞呢 你看鸟飞来飞去 我今天如果是个鸟 我从台北来上课 我需要坐高铁吗 我还要等它的班次 还要买票 对不对 我等一下一出去就走了啊 对不对 所以我的灵魂深处 就有一种感觉是 我对于障碍非常杜烂 我就是因为对于障碍非常杜烂 我想要冲破它 我内心深处 就想要那个冲破困难的自由 所以我会吃苦 为什么呢 我会想办法让自己跟鸟一样 各位有没有想过 有人就这样 飞机不就发明出来了吗 飞机是什么人发明的 就是那个少数 它能够跟灵魂结合在一起 别人看到天上的鸟飞 只想到说 我这个鸟一直常运动 那个烤起来一定很好香 那你跟动物一样 你看到鸟子想到烤鸟肉 人家看到鸟子想到 我为什么不能跟它一样飞 所以你看那个高人跟低人的差别 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你看飞机就出来了 我们看到鸟游来游去 结果我们游泳不会游 真的喝水喝了 呛到真的有够 我为什么不能跟鸟一样 所以我碰到水 我就开始有障碍 我就不自由了 我能不能在水里面很自由 可以 船就出来了 潜水艇就出来了 所以一个把灵魂的力量 愿意为灵魂的力量 知道灵魂的力量 有一个这么大的力量 我为什么不去用呢 等于说我们发电厂 为什么还要用那么肮脏的煤呢 为什么还烧污染这么重的油呢 好我们选择核子发电厂 可是核子发电厂万一出问题 311 那个日本的311很严重 我们用太阳能 我们一直用你看 我们想来想去都在找那个能源 那现在人 人有三个能源 第一个能源 要求生存给我们能源 第二个我们目标给我们一个能源 第三我们灵魂给我们一个能源 第一这个能源是求自由 为了求自由我不计代价 只要我呼吸的那一天 我都在求那个自由 第二个 好我现在发明了飞机 结果你也跟我一样也发明了飞机 结果 你的飞机比我快 所以灵魂的第二个选择出来了 昨月我要赢你 地球上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一个冲破10秒 是1964年一个德国选手 你知道吗 人类从来没有100米 能够冲破10秒 最多最多都是11秒 1964年德国一个年轻人 冲破100米跑了10秒以后 真的全世界都负用 可以10秒 马上有人马上曼三字经 干 我要9秒 你看那个 就有那种追求灵魂的力量的那种人 结果真的出来了 现在白米的冠军是 雅玛加一个9.58秒 我告诉你 迟早一定是9.59 那个 有时候会气死人士 奥运的金牌 那个秒数是用小数点 后面几位数你知道吗 争就争这么一点 就是金牌银牌铜牌 那你知道吗 铜牌银牌是等于没有牌 金牌才是牌 你知道吗 铜牌银牌那是狗牌 对不起 我们对这个辛苦的选手 拿到铜牌子 讲这个话 有点没礼貌 但是我们勉励的时候 也请他们谅解 因为他们一定同意 他们也同意我的话 卓越是我们灵魂的需求 所以一个不卓越的人 他碰到卓越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他表面上会讲一些话 哎呀 这个卓越的人也会死啊 他也一样在生存 他在生存 我也在生存 请问那是身外之物 你相信这个狗屁话吗 绝对是个谎言 当他讲这种 我们现在流行的话 叫酸言酸语 当他讲这个酸言酸语 或者我们现在常常流行当酸民 酸民是什么意思呢 永远在找人家的毛病 永远在挑人家的短处 永远在发牢骚 我们说那叫酸民 酸民快乐吗 酸民绝对不快乐 就是因为不快乐 所以就越来越酸 越来越酸 用更酸来解决他的酸 因为他如果想不酸 他就要奋斗了 他又不想奋斗 所以酸民一定有个特点 一定都很懒惰 真的 他根本就没有 很多酸民连生存都有问题 所以他选择用酸 用酸来原谅自己的那种无能 那我们说灵魂深处 如果有卓越的性质 你想想看 我们每次看奥运 三更半夜都在看奥运 结果看什么呢 看德国跟英国在比 什么要比金牌 游泳是俄国在跟巴西在比 你看看那些国家我们看 我们快乐吗 真的不快乐 真的我们一方面没睡觉 那还好很累 我们的灵魂更累 真的 我们灵魂那种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国旗升上去呢 这次四大运二十四面金牌 是OK的 但是你想想看 其他的国家是升国旗 我们升妈的鸭蛋旗 真的 那个不干貂才真的很奇怪 这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灵魂深处的一个卓越 否则你二十四面金牌不错 你还怎么样 可是就是那个金牌之外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那个卓越是 为什么不能唱国歌 你只要不能唱国歌 你有庆祝什么东西呢 游行个屁啊 我们如果用这个心态 我们就对任何 我们目前任何成就 我们不会满意 真的 所以这个卓越就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一个人的个性集合起来 就代表国家的个性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人的灵魂 那集合起来叫什么呢 叫国魂 所以国家有国魂 个人有灵魂 但是国魂是什么来的 是个人有这个魂 国家才有这个魂 尤其很重要 这个个人的魂 如果他今天用这个魂 他就奋斗 他有成就 然后今天是个民族时代 他当选了一个国家社会的领袖 他用那个领袖的身份 反过来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为这个国家 把你们灵魂的力量拿出来 这不就是为什么 有一些国家 真的你说以基督教国家 那个十字架抬上来 就永远打仗都不怕死 那就是把国家的灵魂 跟宗教的灵魂 都已经结合在一起 日本人 日本人就这样 日本人的沙木奈 沙木奈有两把刀 一把刀是你不听我的话 我要砍你 另外一把刀 如果我的话错了 你听我的话 结果出现了那么糟糕的 悲剧的结果 怎么办呢 我那把刀是切我自己的肚子 我叫切骨 所以日本把这一种精神 叫做沙木奈的精神 叫做武士道 所以武士道集合起来的国家 就是日本的他们说 叫做Yamato 叫大河魂 所以大河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真的有够勇敢的 这么小的国家 没有什么实力 居然胆大到进攻夏威夷 偷袭震珠港 所以反过来 当然被打了7086 最后原子弹丢了两个城市 这样一个糟糕的国家 你看他不到20年 马上又在世界上 又变成一流的强国 什么东西让他这样 灵魂的力量 为什么 卓越 武士道 绝对不能容忍不卓越 所以他们很多东西 那个武士道 很多人对武士道 搞不清楚 武士道 其实不是个沙木奈那个武士道 武士道是武士才叫他 那个道跟那个武士是分开的 武士道叫武士道 武士道是个灵魂的信仰 日本的武士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永远不能够 麻麻糊糊 永远追求卓越的那个信仰 叫武士道 要像武士一样 那武士是什么样子呢 宁可切腹 宁可死得很惨烈 但是要像樱花一样 樱花盛开 比樱花什么时候掉更重要 花就要开得这么灿烂 不在乎长短 这叫武士道 所以武士道表现在杀人 就叫做沙木奈 武士道表现在泡茶 他们有个叫 雅道叫茶道 所以日本的道很多了 茶道 花道 书道 写毛笔都要写得很卓越 泡茶要泡得很卓越 我实在搞不清楚 茶卓越会变成什么 难道变成不是茶吗 可是日本人真的 最后我后来发现原来日本的茶道 不是茶叶问题 那个茶具 那个里面的本身 天哪 那个茶有更好喝吗 不是 那个卓越就是那种感觉 我很卓越那种感觉 所以插花有花到 吃东西有食到 那个拉面 有一天我看了 有一个电台叫JET日本台 然后就访问一个拉面的师傅 他说你这个拉面全国比赛冠军 那个麦克风就 请问你用什么 你用什么方法 能够煮出这么好的拉面 那个师傅讲了一句话 真的把我吓一跳 他说我用必死的精神 我的天 煮个拉面 用必死的精神 这什么挖沟 可是我告诉你 这就是日本人 他用灵魂的力量 在吃苦 所以也不是只有日本 我们今天出国 你家里的那个 喝茶的茶杯坏了 茶碗坏掉了 你出国去买茶具 你到哪里买 当然是买日本 大同磁器还要加油 对不对 日本磁器就是 他用磁器用磁道 另外一个国家像英国 你看Wagewood 你看那是什么 都是用灵魂的力量在做 对 为了生存 那个产品一定妈妈糊糊 为了目标 有时候检查一下 但是目标达到也就不检查了 所以我们很多品牌 真的一过久以后就出问题了 用灵魂的力量 永远不能让它出问题 我活着的一天就是要卓越 国家存在的一天 国家就要卓越 这就是日耳曼精神 这就是德国精神 所以德国为了卓越 你看它侵略其他的国家 每次侵略完毕 真的一侵略就不停了 一直侵略 所以最后当然就 人家反弹过来就把他打 打败以后 隔了不久又在侵略 然后又被打败 又被打败 又在侵略 最近又在侵略 可是最近侵略 好像还没被打败 以前用飞机大炮侵略 现在用什么 用BMW跟Benz在侵略 反正德国人不侵略 他就睡不着了 他不侵略他睡不着 他不卓越他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台湾人如果把台湾人的 这个灵魂层次拉高到 我为灵魂受苦 我们台湾今天的所有问题 不是解决 但是我们都能够解决 我们都愿意解决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准备吃苦 我们准备吃苦 命就这么一条跟你拚 请问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快结束了 我们最后 各位 我们今天还有 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刚刚听了 第一个觉得很反对的 優先站起来 教授你乱讲 那样的话我要去检讨 教授你好 请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在这里 请问你有考虑把你上课的完整内容 放到你们学校的开放式课程吗 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想请问一下 像我最近看的一个电影 叫做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 他是在讲 韩国光州事件 可能其他国家的民主化 都是非常的血泪 至少都有个汽油弹什么的 可是台湾的这个民主可能是 比较 是比较的和平的这个方式 所以是不是台湾的民众对于抗议 都是觉得说这些人只是 就是只要走上街头 事实上就是在造反 对于争取自己的权利 事实上是非常的弱化的 这个东西 好 第一个问题 可以 我知道 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因为有同学热心 已经把我变成上课的某部分 变成所谓紫牌屋 所以已经 已经 已经 狗肺火车已经八个多月了 52万人追踪 那个都不重要 重要只是说 从去年12月到今天为止 每天都有 你可以听 差不多240 每天主题都差不多 所以今天跟各位报告了 其实我都讲过了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说韩国人是不是比较偏激 偏激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生命力展现的一部分 所以什么叫偏激呢 青少年 你想想看 一个小孩子如果不调皮 他长大 会变成健康的小孩吗 一个国家都调皮过 英国打过内战 变成今天的英国 德国打过内战 变成今天的德国 美国打过内战 我们比较熟悉 叫南北战争 日本打过内战 明治维新以后 真的 都在打 所以国家 是经过一连串的 这种很多暴力的经验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台湾有美丽岛 有什么美丽鸟 都不重要 正常现象 正常现象 所以我们说过了 台湾人我意的缺点 就是嘴巴很勇敢 可是实际上非常怕死 就是你不习惯 你非常不习惯 我们很难想像 美国有个电影叫做 抢救雷恩大兵 在我们台湾卖座很棒 台湾卖座很棒 看着人家抢救雷恩大兵 为什么年轻人会逃避兵役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这就是我说过的 灵魂力量没有开发出来 台湾人怕吃苦 就是灵魂力量没有出来 因为台湾人是个基本上 我们是一个很幸福的 的一个国家 因为我们四季如春 物产丰富 我们今天固然好像 好像大家很多抱怨 可是想起来 台湾今天有没有饿死的人呢 没有 台湾今天有没有在马路上 冬天会冷冷到死在街头呢 没有 台湾人有没有地方 没地方住 像国外很多睡在车站 游民有没有 老实讲不多 所以我们生存太容易 所以第一个容易 就造成第二个懒 然后第二个容易 就造成第三个懒 所以我们台湾人的灵魂 非常懒惰 台湾人真的对于卓越 对于解决困难 并不热心 所以你看我们代工 我们的科技界代工 一代代了五十年代了三十年 那你今天苹果在干什么 苹果的那个精神各位不要忘记 贾博士在史丹佛大学演讲 最后对学生的勉励是什么呢 永远要愚蠢 永远要饥饿 什么意思呢 愚蠢是什么意思 愚蠢就是抓住你的目标 守住你的灵魂 永远在那边吃苦 什么叫做饥饿呢 饥饿就是永远不知足 永远不知足 就等于说我们今天 我们的胃很难永远不知足 真的今天晚上你们留我在高雄吃饭 给我三十盎司的牛排 我吃了以后我到后天都不会饿 可是你今天叫我永远饿 哪里饿呢 灵魂饿 为什么 因为我解决小困难 我还要解决大困难 我今天卓越我还要更卓越 所以这个叫做贾伯斯的勉励 就是永远要饥饿 永远要愚蠢 意思是什么呢 愚蠢的人才会 生存嘛解决了当然享受一下 目标达成当然享受一下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还笨到灵魂 灵魂你想想看 有一我说我常常讲 我说孙中山今天不管你同不同意 你今天用的钱钞票上面就有孙中山 一个人为什么他的照片可以印在钞票上 在座各位谁可以呢 人家就一个不同 他得了癌症得了肝癌 都已经快死掉了 孙中山死的时候 老婆才二十几岁 老婆是幼儿子的 一个人肝癌死掉了 请问他最后讲话是讲什么呢 一定对他的亲戚朋友讲话 我死以后你要照顾我的老婆 不要占他便宜 我那个房子你要处理一下 我现在名下多少财产 看你要怎么样 不是啊 他还在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这就是灵魂 他还要再卓越 他还在想一个国家要怎么卓越 所以人家这种人就是伟人 那在贾博士的眼里 这就是愚蠢 可是我告诉你 愚蠢的人呢 当伟人 耶稣愚不愚蠢 你知道吗 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因为耶稣是被罗马总督送到十字架去的 罗马总督他太太就是耶稣的粉丝 你知道吗 所以罗马总督本身也知道耶稣今天为什么被送上十字架 根本不是起来反抗罗马帝国 是因为他的信仰跟当地他们的巴勒斯坦人的信仰不一样 就等于台湾人信马祖 结果他信玄天上帝 所以马祖的信徒就对他很不满 基本上就是这个差别而已 所以那个总督想把耶稣放走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对耶稣讲说你啊 你就随便写个悔过书就算了 耶稣绝对不干你 因为耶稣知道这一写悔过书以后 他所传播那些 马上就变成笑话一折了 我写悔过书等于把我所讲的话 就变成那是错的 因为我认错了 我认错了 那我白讲了好几年 所以耶稣死的时候28岁 他够不够愚蠢呢 按照贾博士的讲法 这就是愚蠢 华盛顿有没有愚蠢呢 就是愚蠢 你知道华盛顿多有钱吗 华盛顿是宾州的帝王耶 土地那个地啊 宾州听说有四分之差不多一半的土地 都是华盛顿的家族的 所以华盛顿是标准当时的产丘啊 产丘啊没事干去搞独立战争去搞美国革命 那个一失败以后是全家都杀光了 所以华盛顿今天变成国父啊 所以伟大的人哪一个是很聪明的 不是 就是贾博士里面讲的 我很愚蠢的 忠于我的灵魂 忠于我的灵魂的人 我一定要寻求无限的自由 只要我有呼吸的那一天 我都要寻求自由 我都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各位不要以为说高雄一大堆问题 请问台北有没有一大堆问题呢 台北地城下陷大家都熄了 阳明山火山爆发大家都熄了 整个台湾哪个地方没有问题 你告诉我嘛 人不是怕问题 人是要迎接 人要有迎接问题的那个勇气跟准备 我不怕问题嘛 我只要能呼吸 我只要灵魂还在 来啊 你要跟你拼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我们面对 面对命运我们应由的 不是只有我们会 今天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什么叫国家 国家怎么会强大呢 是人强大 人怎么强大呢 是因为他的教育成功 他的教育让每个国民 尽量了解到上 我们有一句俗话 各位有没有听过 我们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那我们今天只叫他下 那当然就下下啦 对 对不对 我们叫他中很可能就是下 我们叫他上 所以当然就中 所以我们今天最好是叫他上上上 上都不停上到那里了 那才可能上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过的一个状况 我们好第二个问题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现在台湾年轻人如何面对传统家庭的婆婆 台湾的男生应付婆婆我不懂 女生啊 台湾的女生怎么样 要怎么应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要怎么 一样的啊 今天年轻的婆婆 年轻的 的妈妈 媳妇面对婆婆 这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环境的困难 环境的困难 你两个选择就出来了 你如果任命那你就忍耐了 忍耐到你当婆婆在虐待你媳妇就好 不就这样吗 我们传统就是这样 你怎么会老 如果老是 你媳妇才留我修理一下 很公平啊 对不对 谁说台湾没有公平正义 我不主张这样 所以我主张 我认为一个婆婆会 会瞧不起 会虐待 会对媳妇没有礼貌 你要检讨一个原因 请问这个媳妇她的power在哪里 我很难想像 她的儿子一个月赚5万 她的媳妇一个月赚10万 那个婆婆会对媳妇说 你去生我 买烫垃圾了 我你饭酒都看得不爽 来 切切 一定不是这样 一定是 马桶你觉得脏 来 婆婆替你擦 所以人跟人 国家跟国家之间 最后 我们刚刚讲的老半天 要什么 要power你知道吗 今天我很高兴 我的绰号叫power坤 我们今天就要power的媳妇 power的媳妇 婆婆怎么会欺负你呢 当然反过来 你不能说 因为我是power的媳妇 所以我欺负婆婆 那个太过分了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现在很多勉励 真的有一点 有点真的是 听听就好了 改变 现在男女平等时代 怎么可以跟她怎么样 我搬出去 你想想看 你今天 压迫你老公搬出去 你老公是谁 你老公是你婆婆的儿子 你不觉得 你的老公 就算听你的 他的内心深处会健康吗 会不会伤心呢 你逼他不孝顺 然后那个婆婆晚上睡得着觉吗 我到底犯什么错呢 我儿子自从娶了媳妇以后 我儿子也没有了 那你有没有听他想呢 所以我们在这一切里面 我们不要找 我们不要听人家那种 丐拼 那个丐拼 就变成八国联军 那时候的义和团一样 丐拼 最后人家真的 一泡过来 你死定了 我觉得我们 我们刚刚讲 我们对命运的一个选择 我们不要选择一个命 一个被动的命运 因为我们选择被动的命运 我们等于在忍耐忍耐有机会 然后有一天 好像我的运气来了 因为家里全家老一辈都死光了 剩下我最老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我们主动就是我们研究 为什么婆婆对我不好 你对他是不是没有礼貌呢 你是不是在他的儿子面前 你跟骂小孩一样 婆婆在旁边看着媳妇 对自己的儿子 那你想想看那个媳妇 会不会很伤心呢 你有没有礼貌呢 你有没有本领呢 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想想以后 心平气和 第一步就是你要增加自己的力量 你没有钱没有关系 你把家弄得井井有条 这就是你的力量 你把你的孙子 把他的孙子教得很好 成绩很棒 然后真的又 有一切条件都很棒 甚至于在学校 都是比赛得奖 你想想看 你婆婆或者公公 怎么可能欺负你呢 除非他有精神病要住院 不可能嘛 所以我有时候像我们年纪大 我们的学生有嫁了 有娶了 在我面前有时候聊天 就叽叽歪歪讲一大堆问题 所以我听久了 我慢慢整理出来一个头绪是 结论是你们通通都要先检好 不要先怪公公婆婆 然后邻居 然后怪东怪西 怪南怪北 所以我们认为说 勇敢一点 勇敢一点 先问自己 为什么 这就是我的回答 我们还有没有 再来 你举人久了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们要用麦克风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问题 可能是大家的问题 就像刚刚小姐 公公婆婆媳妇的问题 真的是全世界的问题 国际性 教授你好 教授你好 我是一个青年级学 那个世代 我想问一下 你可以发表一下 为什么柯文哲 会这么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吗 不是 什么现象都不是偶然 但是这个现象 到底会维持多久 那 那个就是有逻辑在里面 所以今天为什么 法国人会选马克宏 三十几岁 为什么一个医生好好在开刀 然后大家选他 来当首都的市长 有时候在选举的奥妙王 就是在 我不见得爱他 可是我很痛恨他 所以我就选他 这个 这不是我讲笑的 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 英文叫 Antivote 我们翻成叫杜烂票 我们选他 不是支持他 是因为我们杜烂另外一位 所以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各位懂不懂 所以我觉得柯P的现象 比较接近是这个样子 就是台北市长选举 你台出一个财产一百亿 也不用当兵 牛排吃一百盎司才会这么胖 他出现本身 他的对手就当选 不必发表证件 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崇拜耶稣 我告诉你不要是你的疑问 你知道在一百多年前 英国人 有150个人 被2万多名 竹鲁竹的土著 围着要把他消灭掉 英国才一百多个 守在一个 就像我在讲台上一百五十几个 结果台下都是那个竹鲁竹 然后拿着那个弓箭都不怕死 脸都画画 乱七八糟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围攻了快一个月 最后那个竹鲁竹 那个2万多人 跑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发现 他这样守住守住 绝对不屈服 举举举举举 到最后那个土人感动了 说这些人不是人 这么勇敢 你知道英国当时为什么赢 就是一个基督教十字架 你知道那个土人很厉害 那个土人去研究英国 你知道吗 他在打之前先派人 说卖番茄 卖肉 就假装混到英国 那个 因为英国人守在那边 要向民间采购那些 要买菜买肉 结果他进去以后 就对那个酋长 那个酋长叫Saka 那个Saka 那个Saka是 等于是那个时候 竹鲁竹的 那个秦始皇统一中国 他把各个部落联合起来 来对抗英国 你知道吗 结果那个 就向那个酋长Saka报告 他说英国人跟我们一样啊 也是两条腿一个头啊 那最多有那个枪 可是150几个我们应该会赢啊 可是英国有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军队有一个现象 我到现在还是不了解 他说英国军队喔 每隔六七天 就换句话说 礼拜天 他说英国的军队一到礼拜天 就跑到一个小房子旁边 然后对着一个人啊 那个人显然是个年轻人 留了个胡子 然后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人也不帅 也不健康 那个脸很衰的样子 然后回去报告喔 他们研究老半天 不晓得英国军队 就逼什么蛮沟 他说他们那个军队 就在他前面这样 啊 就是 所以英国的酋长 不 那个竹鲁的酋长 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 可是我告诉你 英国赢就赢灾 那一个很衰的年轻人 他代表什么呢 他代表 我为你们不是为我 我为你们 我被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有多痛呢 这么痛我多忍耐了 你们还好意思不忍耐吗 你们掉到爱河里面 就这么哇哇叫 你们被钓到太平洋耶 所以快乐是不能比赛的 因为更快乐的那个人 我们对他很肚烂 对不对 苦是可以比赛的 我吃的苦比你多 所以我当你的领袖 所以我们崇拜的神 没有一个是很开心的 每一个神都是壮烈牺牲 台湾人拜马祖 马祖为什么 因为在海边 然后弄弄弄自己死掉了 马祖是如果迎着渔船回来 跟他的小孩又生了孙子 从此变成一个快乐的阿嬷 马祖是个快乐的阿嬷 就没有马祖 所以你知道吗 一个国家一样 我们选一个领袖 老实讲 这个领袖吃了多少苦 是一个我们选他很重要的因素 今天很多的政党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他们以为说他爸爸很伟大 所以儿子也一样很伟大 所以他抬出到儿子出来 我还说很温戏耶 真的啊你爸爸很伟大 你吃过很多苦 请问你儿子吃什么苦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互相勉励的地方 是吃苦不但让我们觉得 灵魂上觉得很心安理得很快乐 我可以告诉你 以后你的地位不但被你的家人肯定 也被社会肯定 我们母亲节 为什么永远比父亲节盛大呢 妈妈有比较恰 比较凶吗 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 爸爸跟妈妈都很伟大的时候 我们会比 哪一个吃的苦比较多 当然是妈妈嘛 所以妈妈让我们感动 爸爸节 父亲节没有回家打个电话 妈妈母亲节没有回家 真的耶 乱见穿心耶 会自己问 欸 你敢是人 苦是可以感动人 苦是可以感动自己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真的 我们今天不要以为 我们今天 那经济过得不错 还有怎么样 然后大家忘记这个字 我们今天讲的老百年 苦是所有力量的来源 从动物开始 为了觅食很辛苦 为了折我很辛苦 到人类为了求生存很辛苦 为了达成目标很辛苦 为了向灵魂交代 所以我们追求卓越 为了追求卓越 我们不怕苦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边 一个共同的年龄 我是这样教我太大的小孩子 我也希望你们用这个来教自己 在座有父母的 用这样来教小孩 不管人家先进国家 已经比我们进步这么多 他们还在 地球还不够 还要征服外太空 有必要吗 灵魂上有必要 只要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我都想征服它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我用2万倍的望远镜 硬看出来 明明至少麻烦嘛 对不对 看不到还要用高倍速 天文望远镜还要看 然后看到了就 你开始就痒痒了 要去征服它 这是什么力量呢 灵魂的力量 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在这边 所以我知道高雄人一大堆问题 台北人一大堆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台湾就像一个家 真的不要说房间有问题 客厅没问题吗 像台北四次客厅 整个房子都快垮了 怎么会没问题呢 这就是一个我们今天 这边真的 要共同勉励的地方 今天这些话 不只对你讲 也对我讲 我也对我的学生讲 我们大家都互相这样讲 真的同甘共福 那个快乐才是甜蜜 谢谢老师 时间已经没得到 那个 我们非常感谢Paul Kun教授 带给我们的传道授业解惑 谢谢 谢谢